大家好,今天想大家讲讲 由中国牵线通路埃塞俄比亚埃及 就有一个水坝问题进行和解谈判 另外,沙特刚刚加入金专国家组织,美国人就出手了 透过联合国指沙特的最大石油公司沙特·亚美威胁人权 在南非举人的金专领导人峰会结束 这次峰会最大的成果是吸收了沙特、伊朗、埃及、阿联邮、阿根廷和埃塞俄比亚六个新成员 当中四个中东和北非国家走在一起 这是沙伊和解后中东地区在国际关系领域迈出最重要的一步 但美国可能接受不了那些曾经是自己小弟的国家 如今加入金专组织,跟中国和俄斯走得太紧 结果就有人出手了 据彭博社等多家媒体报道 沙特的最大石油公司沙特·亚美油公司 是用联合国人权调查的最新目标 联合国成立了工作组,向沙特·亚美发信咸 指责沙特·亚美不断增长的化石燃料生产和出口威胁人权 联合国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联合国人权特别程序网站 在8月26日公布了一批信件 这些信件指出,联合国专家 受到有关沙特·亚美公司的商业活动 不利于气候变清的背景下 推广和保护人权的资讯 联合国在信件中指 相关指控指沙特·亚美继续原油生产 陷探更多石油和天然气隐藏 抗大生产化石燃料和天然气 以及对联合国的陈述不实 这类活动对享有清洁、健康和永续环境的人权产生负面影响 这些信件由多位联合国专家赞社 包括联合国人权和跨国公司工作组 处理权利和气候变迁问题的联合国特别报告员 以及清洁且可持续环境 有害物质管理和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的专家 联合国专家还说 沙特·亚美石油公司的活动 照为与巴黎协定的目标和承诺背道而驰 巴黎协定在2015年签署 设定将全球升温限制 起涉事1.5度的远大目标 联合国专家说 沙特·亚美的活动 是由沙特·亚美石油公共投资基金 和11个主要国际银行 投资银行和公司资助 这些银行、投资银行和公司 也收到联合国的相关信件 信件还寄往这些公司的母国 包括沙特、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 沙特·亚美成立于1933年 这家公司的石油开彩和销售业务 已经有90年历史 作为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之一 他们过去一年的淨利润 高达1590亿美元 比排名第二个苹果公司高 从体量上来说 沙特·亚美就是沙特这个国家 躺起都能够赚钱的根基 你入国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 向沙特·亚美揮舞人权大棒? 的确是耐人尋味 第一,指控那家石油公司违反人权 似乎远了一点 第二,为何单独针对沙特的油公司呢?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 2023年6月全球石油产量 排头三位最高的国家分别是 第一位 美国日产量2,021万桶 沙特只是排第二 日产量差不多是美国的一半 只有1,214万桶 而游戏行业佔沙特国内生产总值大约50% 佔沙特的出口大约85% 而排第三的俄斯日产量是1,094万桶 和沙特都比较接近 严格地计算沙特的产量只是美国的61% 联合国为何不质疑 美国的最大油公司阿亚森美孚公司 而是单单只用沙特最大的油公司呢? 联合国为何不指控阿亚森美孚 继续生产石油 对享有清洁、健康和永续环境的人权 产生负面影响呢? 结论是,美西方选择向沙特亚美下手 都是经过精心布局的 转后看这次金砖组织抗原 你就会知道,继沙特加入后 全球前10大石油生产国 当中有6个已经成为金砖成员国 从石油产量来看 金砖成员国的石油生产能力 占到全球的70% 这样对长期靠石油美元 作为霸权支柱的美国来说 是真正的威胁 而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傻仔都看到了 沙特小薩辣万王主已经铁了心 要脱离美国的控制 这个过程也持续了很久 至拜登政府竞选总统的时候 将沙特称为殿民国家以来 美国政要访问沙特 就会从没有和过去一样受到礼遇 美国想叫沙特增产石油 沙特选择减产 美国想收复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 沙特选择任命住巴勒斯坦特別大使 最令美国不满的还是沙特和伊朗磨解 现在趁着这个机会一步步靠拢中国 拜登手下的高官们 最简直访问沙特 是在这个月初 白宫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 在吉达秘密会见小薩辣万王主 沙利文提出 如果沙特能够和以色列实验关系正常化 美国愿意扶持沙特的民用核技术 这个决定了算有一定的诚意 毕竟沙特想发展核电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但是都没有过了几天 沙特就已经宣布 将会和中国合作建造核电站 美国向沙特担出这么大的红萝卜 但就被沙特当成和中国推动合作的筹码 美国真是受不住这种气 再加上沙特加入金砖组织 才有这次联合国发起的人权调查 但问题是 如今的小薩辣万王主 连美国总统拜登也不给面 怎会怕几个联合国专家呢? 其实在金砖组织抗原拍板后 美国出了两招 除了叫联合国搞沙特阿美公司之外 还挑动一直争取加入金砖组织 最后失败的印尼去反对中国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起拜22日 请了印尼国防部长普拉索毓访问美国 印尼空军结果向美国波音公司 买了24架波音的F15EX战斗机 美国防部总统两国防长会晤后 发表新闻声明 当中提到 双方一次认为 中国在南海的抗张性海洋主张 不符合联合海洋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 不过中国随即玩踢爆了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发言人回应 中方注意到美国防部发布的有关消息 但根据印尼方面向中国通报 美国发布的消息稿上述内容并不属实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发言人说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看 印尼方面发布的两国防长会晤的消息稿 上面根本没有上述指控中国违反国际法的内容 看来印尼加入不到金砖国家组织 失望是真的 但并没有去到指责中国不符合国际法的地步 美国就自行创作 有这么大搞这么大 竭力挑拨离间 单看美国对沙特和印尼两个小动作 已经看到美国其实很在意 中国主导的金砖组织成功大幅抗原 所以他才要出手搞乱当 其实金砖抗原就有很多好事发生 例如埃及和埃塞俄比亚 两个死对头加入金砖组织后 就主动握手言和 埃及和埃塞两个国家在水坝问题上发生争端 这个争端在12年前就产生了 埃塞俄比亚想自身位于尼洛河上游的地理位置优势 而埃塞俄水源的份额 于是这样喊就喊了十多年交 期间三国展开过多次谈判 但每次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最后谈判还在2021年中断了 但在大附金砖大门之后 这两个非洲国家就主动拿出诚意 宣布将它恢复在复兴大把问题上的谈判 埃及方面表示 三一轮谈判终于埃及首都开罗展开 三国也会这次谈判中 致力达成一份兼顾三国利益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可以这样总结 第一,中国推动和平外交 计划船沙伊和解之后 又想推动埃塞俄比亚 苏丹和埃及和解 第二,没有看不过眼金砖组织抗原 不想和平想搞冲突 所以挑动印尼反华 又借联合国之首搞沙特最大的油公司沙特艾尼 第三,解决断 永远被制造麻烦受欢迎 美国现在就变成麻烦制造者 那它就失去道德高地了 另外,在石榴台的示范评论 我们讲到 美国的所谓零元购 即是抢劫 重创了美国的零售业 估计他们今年会不见100亿美元 欢迎订户去石榴台收听我相关的评论 大家好 石榴台已经简化了订阅的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费订阅石榴台更方便 我们都优化了视频播放器 网组比较慢的时候都可以看得流畅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或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的地址发电邮给我们 石榴台有很多独家的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石榴台欢迎全球的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希望你们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榴台 多谢大家